市面上有不少的饮料含有人工甜味剂 而根据一项国际最新的研究发现 人工甜味剂会伤害肠道细菌 并且破坏菌虫的平衡 市面上饮料琳琅满目 尤其是含糖饮料汽水 不少民众都会特别注意糖分比例 基于健康理由 以色列本古里昂大学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研究人员 检释了阿斯巴田 蔗糖素 糖精 纽田 安塞蜜 爱德万田等六种 美国欧盟批准使用的甜味剂 也分析了十种含有以上甜味剂的运动补品 结果发现这些人工甜味剂确实伤害了消化系统内的细菌 其中又以蔗糖素的毒性最强 只要一毫克就能影响一株大肠杆菌 国内医生表示一般甜味剂的甜度是蔗糖的数十到数百倍 故常被用来作为蔗糖的替代品添加于食品中 依国内食品添加物的现行规定 核准允许使用的甜味剂约二十五种 但医师还是提醒虽然只要遵照限量使用的话 不至于会导致任何身体不适 但吃天然的食物才会更健康 记者吴尔玉丘福财特报道